当代有很多艺术家关心社会议题 最近有八位香港艺术家来台湾展览 有艺术家用纸做成的金砖堆叠成一平大小的金字塔 呈现台港两地狂飙的房价 艺术家还问观众 是不是曾经为了买房子放弃过人生其他的目标 也有艺术家邀请台湾的学生合作 在香港随处可见的红白蓝帆布带上 写下对台湾的新生 红白蓝帆布带制成的标语 挂满台北当代艺术馆外墙 大门口披挂上层层帆布 这是香港艺术家又一山人和台北成员高中师生 合力制作的大型装置 我挺感动的 我收到一些文字的时候 因为当然开心的 很自信和很骄傲的一个状态 不开心的可能是政治气候 贪污 很多食物事件 种种都带了出来 我看得出虽然他是高中生 他们很自信 用香港随处可见的红白蓝帆布 作为创作素材 33位高中生写下对台湾喜欢和不喜欢的感受 有人写四处嗅得到人情味 和人心遭到媒体污染等 个人观感 这个相对我见我们自己的城市 香港可能今天年轻一代就 没有了这个态度 我只是觉得 透过创作 有沟通的空间 有平台 这个平台可能在艺术馆 可能在街外面 我觉得不重要 只不过是 能够引起大家 去从一个话题 去延伸一个思考 有灵感存在 我就觉得 这个对话已经是值得了 2005年 以红白蓝系列代表香港 参加威尼斯双年展 又一山人的创作生涯已超过30年 首次在台湾展出 获得2012年 香港当代艺术奖作品 《无常》 又一山人将沙发 茶几和书架等生活家具 重新组合 成为人一生最后一件家具 棺材 无常阐述家具 不仅有一种用途 也能陪着主人走到最后 耀眼夺目的金字塔 用一块块金砖 堆叠成一瓶的大小 这也是买卖房子的计算单位 艺术家文金银 用金砖表现港台两地 楼价飙升的现象 探讨社会追求买房的主流价值 有一次我开放我的工作室的时候 有一个人就来问我 就是我的工作室200万卖不卖 那我就觉得好奇怪 就是我是艺术空间开放域 不是买房子开放域 我看到香港的地产的港高 他们就常常要强调就是你要有一个豪华的生活 就是你的梦想 但是我看到很多例子就是说 可能他们为了买房子 他们要工作很长的时间 都没有时间跟家人一起 其实是三房的 文金银说 房子不应该是投机客获利的商品 应该是人安生立命的必需品 你看起来这个是一个金砖 其实呢 如果你 其实里面是米啦 你看那这里是一个米 米是我们都是必需品的 所以我就想说这些房屋不惜金砖 是米啦 最后一天我会送给大家 以艺术知名展览 邀请八位香港当代艺术家 从日常生活出发 呈现真实的香港社会 你到香港旅游 可能你的记忆就是他的shopping 他的那个美食 然后他的很多霓虹灯的那个景观 可是霓虹灯背后 这些璀璨的背后 我们很特实的生活 其实那个点滴 大家有知道多少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也是正好 这一次我们从大家平常 对于香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想法 我们怎么把它反过来 让大家认识一个不一样的香港 艺术家用作品提问 也让观众看见另一面香港印象 感谢观众看 感谢观众看